佛一切微信造就是良心 善良的心 结成尽敬 恭恭敬敬的 自立利他的心 就是怜心 我们以良心偷这个票 以佛性偷这个票 那么我们在英国上 我们也行 幸福啊 安定啊 以至于台湾在繁荣啊 在圣墙起来 这样子我们佛名弟子 是最需要最需要 那么归佛是归于我们 最善良的心 那么善良心都开显出来了 就是佛 我们还没有完全开显 都是信佛的人 那么就是众生的 要完全开显就是佛 那么归于佛如此 归于法呢 法是天理 天然本具的理 这个自行清净光明啊 亨遍是法 数穷三计啊 这种理啊 是天然本具的 人人那么本有各个不无 那么这叫天理 我们归佛归于良心 归法归于天理 那么归生就是归于良心或天理 何为一 良心是智有智慧 智慧归于真理 真理或智慧相合 那么归于生就是和和生啊 就是和和呀 那么就是天理或良心 恰好 就是智慧 最高最上的佛智 或最高最上的真理 那么配合起来 那么就是生 那么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 方东美教授说 宗外古今的哲学 以佛学为最高 佛学高到哪 就高到佛说 我们人的心就是良心 或佛一样 佛的心开显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心还没有开显出来 练渐渐修渐渐修 我们要开显的 众生也都能成佛 所以我们归于佛 是归于良心智慧 佛的智慧 归于法是归于真理 那么中外古今 最高最上的哲理 那么归于生 就是良心智慧或真理 那么相应相合 就是生 和和生 就是良心佛智 和真理 那么三地相应 那么就是生 生翻译叫做和和 和和生 就是离智相合 那么良心或天理相应 就是归于生 我们以这个心去处事为人 那么这个心一定是 结成尽敬的 至尊恳切的 以这个心处事为人 也是孝宅敏的 社会上风气 大敌还是很好 就是有一点不好 那么免不了 不能说都是佛呀 免不了一点不好 可是我们佛门的意思 还是以好的心 良心添离 离智合合的这个心 自行三宝 自行佛 自行法 自行神 自归佛 自归法 自归神 用这个自行的佛法神 那么处事为人 究竟是 争富争贵呀 这个孝宅敏难 我们大家 两千一百万同袍 都这么做 我们台湾就 决定上安定 我这么讲 你们大家听不听明白 我现在公伟都给天安无不 需不需要 这个杨老师 这个 敬怀博士翻译 爱翻译 那我就直接讲 节省时间 这个 偷写日子 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过五十年纪念日 八月十五啊 日本投降啊 那么 赢了什么日本投降呢 那么日本人 那个爱国 中军的精神 对他们天皇那个 爱 忠心 爱托的国家呢 就是我们很钦佩 要是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呢 他就拼命还要和美国打 他宁肯死 就那么战败了 有多少个日本的大臣呢 那么自己拿的强 还有自己现在有个近危温魔呀 日本的过去的首相 他停在门口美军来叫门了 知道要抓他了 他从兜袋里带的这个 最具性的毒药 拿出来在嘴里咬破的咽下 咽下了 马上就死 日本人就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要是没有美国的原子弹 他不能投降 他就宁肯死 他也不投降 从那儿美国那时候 五十年前发明的原子弹 到现在又经过五十年 这个美国的这种科学军事的利器 世界各国没有能抵抗掉 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抵抗呢 我们佛门内子心能有佛心呢 佛心不能遭遇什么大的灾难 但是我们民族有孔子有孟子 我们全国多少亿的同袍啊 我们都以孔孟 那么仁义理智性的心 这个心 再念万德鸿鸣 我们陀佛的心 那么一切一切都好 我们将来希望 那么国态民安 社会 经济 一切还是繁荣 也是安定 那么我们大家常常念佛呀 观世音菩萨叫做事无微者 虽害怕观世音菩萨 你要念观世音菩萨就不害怕 这个都有那个无微的心理 观世音菩萨叫事无微者 我们是接受观世音菩萨是无微 我们就无微 那么这样子 处在这个世界 我们当然念阿弥陀佛 为我们的正恒 偶尔也念观世音菩萨 拜拜观世音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加倍 加倍我们个人 加倍我们这两千一百万的同袍 也加倍那么全中国的十多亿的人 那么都是改恶向善 那么都能接受佛法才好 我们佛门的意思就是 以这种心呢 求佛力加倍 还有呢 处在现在这个环境啊 比如头两天说台风来了 那么台风过了呢 说是有三个人失踪了 不晓哪去了 怕在水里流走了呢 那么有一个人是死了 遇着台风啊 那么死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消灾免难呢 我们就不出去啊 可能不出去 尽量不出去 那么无所谓 所以社会上要是有灾 有难 维尔康的大火 又是KTV的杀人 我们就在家里头 信佛的人在家里念佛 拜佛 看看经 那么有录音带 开个录音带 我们听听佛法呀 有那个放映的那个机 那么就 人就在我们眼前讲啊 我们就好好的在家里 我们尽量我们佛门弟子 要好好的研究学问才好 我到那个洛杉矶啊 看日本人的书店啊 日本人在洛杉矶有十万 那个日本那个书店好大好大 这个中国人在洛杉矶啊 能有三十万 我们那个书店就两间房 小小的 我们大家都在家里研究研究 学问看看书 不但是日本人 连苏联 苏联人也很看书 我到东京看看 那个东京最大书店的七层楼 都是书 那个好多日本的巷啊 我是东京请回的 那个地藏不是也从东京请回的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佛门弟子尽量想方看书 那个那我那请的书在那两旁 那都是很好很好 那么大家可以请去看 那么经律论 选庄三藏 逸境三藏 发险三藏 那么 这个夏天 你想 我们台湾有台风 你要走到那个 那个冲林 中亚西亚 高山地带呀 当然那个鱼更大呀 那么山间流的水也是更汹涌啊 选这些三藏法师都去秋经 秋经在请回来 请回来再给大家翻译好了 说是选庄三藏翻译经典的时候啊 晚上荒帝汤太宗请到玉花宫翻译 汤太宗就在玉花宫翻译 翻译有这么一句 有一个字翻译不出来 选庄三藏就在那个宫中啊 徘徊在那走来走去 那么最后想出来了 那么把这一个字填上了 那么这一句都翻译好了 这一句翻译好了 那么这一句经就翻译好了 这样的选庄三藏 回去再休息休息 那么你看祖师三藏 就给我们这么辛苦 取经翻译经 那么念博呀 那么在拜佛呀 确实是开智慧 确实开智慧 那么有好多呀 我在以前看不明白的 拜佛久久了 我现在看不明白了 而还有呢 那么 都把佛法那个大纲 渐渐久久的能抓得住 也感觉的好 我自己感觉也是欢喜 我以前看不懂的 现在看懂的 中文也是 一定啊 这个拜佛的席子 家里准备个席子 好拜 在席子上拜 脚磨不热 不能热的 那么磨的 那么 饱瘦 那么 再需要这么个垫子办 这个垫子 比如说有一尺八 我们就做个一尺八四方的垫子 棉花呀 但是要一斤半 我们就 很便宜嘛 有锡子 有垫子 打坐呢 那么 怕有风嘛 我们就用毯子包一包 练习打坐 解佳服坐 那么我们佛门队子 要是多能解佳服坐在那儿坐呀 那个魔王啊 一看 他想来 来吃我们 来骗我们 来叫我们招魔 不过他们一看我们 双盆腿 在这儿打坐 魔王就 掏咖天啊 这个 这个人没有办法 我们 我们魔王 魔不着他 魔王就 掏咖天啊 诸位 练习打坐 一定要是 那么 双盆腿 这个打坐 魔王看见都 那个头疼 那么笑不笑在 描不眠呢 广秦老师九十五岁 徐老师一百二十岁 我在 去年呢 那么顶着 那么有五年 吃了五年呢 蜜爽 面屑 这个胃不好 不敢吃硬 吃了五年 到哪个地方 我都告诉人家 给我煮蜜 说 煮个嫩 就是了 完了 旁边有个句子 那个意思 那么就是 煮个乱 就是了 啊 我说 乱就是烂 烂一点 煮个嫩 就是了 煮得软一点 那么以后我学会了 给我煮蜜 说 人家蜜 说 煮个乱就是了 对方就了解了就给我煮软软的那个面线呢 吃了五年 今年呢 已经有半年前我开始我就能吃饭了 一样的吃饭 我有鸭齿吗 我讲起来的时候我很感谢 我虽然是81岁了 我看经小字我一样的看 耳朵一点不浓 鸭齿我能绝花生 你说消灾不消灾 免难不难 免难不免难 看着还是佛法灵感 我的身体在年轻时候也并不算是好 我没想到81岁 我眼不花耳不容 鸭齿吃花生米 那么腿啊 受风是病啊 有的走路慢一点 可是我一样的也能走 我为你多拜佛啊 我有时候叫人家推着轮椅走一走 实在我也能走 那么就是很感谢佛菩萨的加倍 我如此 诸位也是如此 人同是心 心同是理啊 我们这个至诚恳切念佛的心都一样 佛加倍广亲老和尚 加倍寻老和尚 那么加倍我 我是个业障凡夫啊 那么诸位好好念佛 那么佛也加倍诸位 那么加倍我们大家个人个人都加倍 我们两千一百万的同袍啊 要是都念佛呀 我们台湾到也是安定 我们深信不疑 所以广亲老和就对我说 你要是到美国弘法 我问我到美国弘法好不好 到美国好不好 广亲老和说好 那么广亲老和说那个 我老和说说 你要是到美国弘法可以 你要因为台湾不安定 你到美国 那么就是安定 我们台湾安定不怕 所以说我们信佛呀 深信佛或者深信真理呀 好好地求 个人也是如此 圈体如此 所以说是 我们下期再见